请收看 维新世界 来到我家看风水 祝天圣圣 回心灵 家庆 生水 游泰比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来到我家看风水 我是南投教室 袁立讲师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陈彩金 林静慧 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正希班 叫陈彩金 二十一届 大家好 我是南投教室 二十八届 叫林静慧 自古以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离开风水来生活 王产老祖开示我们 风水就是生活 生活不离风水 风水若是不对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的事业 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们的家庭 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 今天呢 我们来请陈彩金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风水案例 大家好 我还没有进中门之前 我是微信圣教的会员 就有一个机会 有一个师兄在门口卖菜 然后我想说 他有学 然后就每个月都会跟我 来跟我收那个 我的功德金 我想说 每来每次我都问他 问他 问风水 还是郁经 还是我的榴莲怎样怎样 结果他 他会给我 都会帮我查 帮我看 但是我觉得我不好意思 因为 甘人说 人家自己选一层 看他们赢百人 我就自己进来学 进来学 我很高兴 很欢喜心进来学 我很希望说 我喜欢送幻辈班 送幻辈 刚好草屯道场有在原谣法师 原子法师跟原青法师 他们在授课 我就去学 我真的很高兴学那个幻辈 然后就到南头教室成立 我成本原历讲师过来跟我讲说 这里要成立 我就过来这边跟同修一起 一起学洗饭碑 初一十五来诵经祈福 这是我最高兴 学义经风水 还可以学饭碑 那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 就有一天 前几年有一天 我那个身体非常痒 想说我又没有吃什么东西 怎么会那么痒 痒到吃到半个月的药都没有用 都没有效 想说我应该来家全面左右寻看看 然后就到后面 我家后面有一个小围墙 既然有人种那个炉会长好多刺 那个刺的长好多 我想说那个刺怎么会 刺死把我种在我家后面 去我的我就把它移开 移开之后 我都就不会隔天再吃一包药 之前吃半个月的药都没有效 然后我吃一包药 隔天再吃一包药 居然好了 我想说 怎么有那么神奇 那个法真的很好用 我真的很赞叹我自己学这个法 能够遇到我自己的病 因为那个身体痒 痒那么久 真的是快要法 所以说快要抓共同一样 我就这样子我想说 我学那个《易经风水》 真的帮助到我 真的很值得 我希望大家也都来学《易经》 这是我一个经验 然后再一个分享的是 我在做代工的工作 然后我要用机器 我农边已经放满了 然后就想说放到湖边过去 我们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想说有地方放就好了 结果放下去说两三天的就跟老板吵架了 那个工作就没了 后来我也没想说 这个是这么有效吗 真的这么灵验吗 我也想说会有这么灵验的事吗 真的就是有这么灵验的事 让我碰到了 那我后来我那个后面种那个芦荟那个 其实我也不知道后面的人是不是慈悲 有没有慈悲 他种在我家那围墙的地方 种连在我的围墙 那个太漂亮 后来我看他一走 一走之后 他们慢慢的就枯灵掉了 没有再像种在我后面那里那么茂盛 然后我想说好才有老祖保佑 给我自慧 让我去看去学习 有帮助到我 这是我两个分享的经过 那我请问财经师姐 你说来南投校是有诵经 那也有一些经验 你说说来这边诵经以后 为大众祈福以后 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有就是我跟 我有时候去那个朋友的道场 他是不是这样是工的 他就讲说我去就跟他问说 你可以看我可以看我一下那个我的运渡怎么样 他就会给我行隔离 说我还要问你 我说怎么可能 他说对啊你有神佛跟在你身边 他在保护你 他通常都会跟着你来 跟着你过来 然后你走到哪里他 他也会跟着你 那我说这么神奇 我就问说是哪里的神佛 他说是你服务的地方 我服务的地方就是南投教师 袁立老师这边 还有一个师兄也是这样跟我讲 他说你后面有跟人 有跟一个 他说跟谁跟谁 那个是第二个人跟我讲的 我说还有人跟 他说他已经走掉了 他说他不会伤害你 他不会伤害你你不用紧张 我想说应该是朱天赋 来跟着我 来保护我 我去哪里不休 我去 说我去到哪里 会不会被人家骗人 也就是光了也会骗人 会怎样 他都保护着我 然后走到哪里 就跟我保护着我 这是我很感恩 真的我很感恩 有生活要跟着我 真的我很 自己也感到很庆幸 也很感恩 我们谢谢财经师姐的分享 谢谢 风水为什么会影响到人 因为就是一点气 这个真气就是我们说的磁场 我们到了好的磁场的地方 我们自然而然 我们都会变聪明 我们的灵性 我们的身体的气场就会转好 那如果碰到不好的风水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家里 我们所有跟我们有关的 跟我们人生有关的事情 可能都会走样 所以呢 我们来学风水 易经风水 可以藉由易经的普卦 之因之果 知道说我们买的这个房子 或者是我们居住的地方 到底如不如法 是不是有外在的行杀 这些都可以让我们趋吉避凶 让我们家更和乐 更和谐 更平安 现在我们来请我们的 宁静慧师姐来分享他的风水案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在一个 偶然的机缘下 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了这个中文 那就是有一天我打开了那个 叫 电视啊 电视机打开了 刚好开到那个 师傅的 维新圣教的节目 他在 师傅就在讲说 疫情和风水 我就 静静的跟他听 听到有一段就是说 如果赵如啊 被压良 头心就会 头会很痛 阿 那时候他讲的这样子 害我认了一下 那就好像是我的问题了 我就一直看下去 看到最后的时候 他就说 压良 压到那个 赵如的时候 就会 头会很痛 阿当下我就去买了 买了一个那个面 四方面板 就回来把它定 把那个量 把它定 定上去 没看到 就很奇怪 就 头就不通了 不然 我都去做那个护健 做针灸 吃药 吃了好多年都 不见得很好 最后就知道说 这样子会把 头痛的问题解决了 我觉得这种风 这种庙法 很难得的 还有说 我们家 对面的那个 水塔 冲到我们的行民厅 因为我家有 公奉一尊 马子圣尊 他的脸色 也不怎么 也不怎么好看 而且我师兄 我家的师兄的身体 也不怎么好 连我也是一样也不怎么好 后来请 请 原力 讲师去 我们家 看 看一下的 格级怎么样去调 后来就 要我 种那个 宗族 还有 安静 来 七级 避凶 就有改善了 那个 我家师兄跟我 还有 马祖 圣尊的脸色 也慢慢的回转 很滑润 红润这样子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儿子他有时候都会 头都会这样子转的转气 我说你怎么了 没有啊我都 头好像阴阴的啊 后来 原力 讲师他有说 我们的神明天后面有水塔 要移走开 就照这个法去把它处理好后 就 比较没有再转头了 头也不会阴阴险险的 这样子在做工作 我们知道这个妙法是很好的 希望 有听到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 本中文来学习《易经风水》 我也引进了我的儿子来这边 有在上课了 连孙子也太来了 上得也很高兴 这样子 谢谢 好我们谢谢敬慧师姐的分享 我们常说啊 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 当然人不转心就要自己转了 那敬慧师姐他们家呢 很有趣的 他们家的神明天 其实我去看的时候 他们家的神明天的妈祖 第一次我去跟他们结缘的时候 他们的妈祖面是搭搭的 一般的神像会有那种光泽 可是他们家的神明 他们家的妈祖是没有光泽的 那时候那一段时间 敬慧师姐的身体也是非常的 很烂 然后呢去看的时候发现 他们家的妈祖前的对底人 住家的水塔 那一般来讲 我们对到人家的水塔的话 就是要平不理嘛 所以 他的身体不好 他们的师兄身体也不太好 我就跟他们建议说 不然这样 我们可以用糖煮 但是回来还是要浮夸 看需要花月建几桩 然后呢普卦好了 真的他当下立马就处理了 中了糖煮 把他们对面的水塔的行煞 就把它遮起来了 那为什么要用竹子呢 竹子他是空心的 他可以随风摆动 可以化煞 所以他也就是这样做了 接下来就是安平安静 那平安静安就是要 最好是晟15 午时有出太阳的时候 不然的话就是很急很急的话就是 单日也可以 那时候呢 敬畏师姐我去的时候 他们师兄跟他说 我们老师姐 当他娘这么大了 因为他身体不好 要当他娘这么大 我就去把他安静 那时候我看他的师兄 唐主席前一阵子 应该是一两个礼拜前 静下 那我一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他当妈祖的脸 就已经开始变粉红起来了 很不可思议 所以这就是磁场的影响 因为神也是怕神仨 那妈祖呢 脸也变粉红色了 更神奇的是他师兄 第一次我看到他们师兄的脸的时候 其实是黑黑 但是当我要去把他安平安静的时候 我发现一师兄的脸色 黑的褪的褪色了 好多 整个脸就是穿起来 另外一般来讲 我们住家的格局的水塔是在龙边 我们住家的龙边是最好的 中宫我们不要放 中宫放水塔 冻的东西 瓦斯炉之类的 他会让我们心脏病 腸胃不好 然后呢 他刚才把水塔横放在他们家 妈祖的后面 算是一个小阁楼 是不是 是小阁楼 小阁楼 刚好就是在妈祖的后面 那你看 妈祖每天都要 让他们在抽水塔的时候 所以影响到他的儿子 他儿子跟我说 他也是去找推拿 去找了针灸 反正找了好多医生 国术馆的啦 西医啦 中医 民俗疗法 民俗疗法 反正能够让他的肩颈 舒服的 所有的是什么补 他都用了 可是呢 还是没有改善 当然首先 我们这个水塔要移的话 哪看我们家家家的作像 我们没有在大历年 就是说像今年引武序刷白 我们就是再论一下 可是刚好那一年 他们刚才可以 有来年 所以就是可以刷 刷了 他后来有跟我反映说 老师 当然一般来讲 风水刷了要改变 可能就是 快的话 可能要超过45天 大约啦 有的很快 一个礼拜就有见效了 但是一般来讲 45天 或者是100天之内 如果对了 方法对了 应该就是会有改善 那他这样子经过水塔 就真的把他移到家里的楼边以后 他就跟我说 老师 真的这样 他整个这个肩颈 确实是改善很多 那金慧师姐 现在我们的 那个儿子的肩颈 现在状况如何 现在不会这样子 有时候常常会害他的肩颈 现在比较没看到 好好好 非常恭喜 谢谢 好 那再来呢 我再来分享一个风水的案例 就是说 也是我们的学员 有一天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 老师 奇怪 我的生日突然之间 这几天做什么店不去 那怎么办 他说我是做那个小吃店 突然这件事情就 没有客人 一个都没来 好 那就沾挂了 沾挂发现一个问题 我说来 本来是想说 他本来是在怀疑说 是他的 他擦材的地方 头上有那个楼 臭风机 是不是影响 反正土挂 好 那个不是 然后他就怀疑 什么事情 后来我就说来 跟你三看看 你家客人 就是你的做生理 客人为什么突然之间 走到练去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老的塞兵 有动土杀 我就说塞兵 没有啊 后来 后来 发现一件事 他们家的隔壁 会起路 会搅 在敲那个地砖 他在换地砖 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像在换地砖 冻下去 他整个生意 就全部都疼去 好 那我们就教他 施物传的法 我就 首先我请他去拜徒弟公 因为他其实也有一个白虎洞 一般来讲 我们如果是白虎洞的话 白虎就是代表血光 你白虎洞 你可能就是去你的辖区 的土地公去拜 那我就跟他说 你就用找你哪个方位的 辖区的土地公去拜 后来他跟我说 老师 原来我以前都拜错了 我就跟他说哪一方 他就说我拜不到 我土地公也拜你 拜你去 不喜欢真理 好 没关系 那就现在已经找回来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用师父的法 就是说晚上 收起来 点收起来的时候 然后呢 请他用我们的一张 那个大金刚法印 黄色的 然后给他画 大金刚法印 还有三把手金的门关了以后 就在外面 烧化掉 然后烧完了以后 再进去 这样子再把门关下来 结果就这样子 只做了一天 两天 到了第三天 他跟我打电话说 老师 生命回流了耶 从此以后他就非常相信我们的法 他说怎么会有那么 那么好的法 就一经 普卦 就知道说 因道 都为出问题 所以这就是 虽然他是动土杀 但是也是因为 隔壁 动了 风水 磁场改变了 让他们家 的磁场变得 跟之前稳定的 因为他在动的时候 启动了那个 所以是把他那个地铃给挖定当 他就会产生一些电流乱坡 让他们家 让他的生意停顿下来 那再来呢 我再来分享一个就是说 我还有一个朋友 是我国中同学的妹妹 他也有来跟我 曾经有来跟我上过课 易经课 这样子上一个月 两个月过来 过去以后 我发现这个师姐啊 他都会幻想 他会跟我讲说 老师 我跟你讲 我们晚上的时候 都有人要过来打我女儿呢 我说 他是住在哪里 就在我们家隔壁 然后呢 有时候又跟我说 老师 他喔 有天天的时候 有时候天天都在骂我 都在骂我呢 骂我骂得好凶 我就说 好 我就去他家看了 发现一个问题 他就在他的床上面 后面装了一个 那个 看书的灯 发现那个问题以后 我就请他把那个灯灌掉 就是拿掉 以后就不要再看了 你要就用那种书桌的 那个立灯 结果拿掉以后 一个月以后发现 真的改善了 后来他姐姐跟我讲说 他本来妹妹有忧郁症 因为这样子把那个东西拿掉以后 忧郁症就慢慢的好了 好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林静慧 陈彩经 来跟我们分享自家的风水案例 也感谢各位观众收看 来到我家看风水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